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镶嵌堆砌等等 前岸时期游戏技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并且普及于全国各地 各地区都有出土七技 根据《史记滑稽列传》中 有更多文于殷式的记载 殷式是置漆的时候特殊的专用房间 因为积分在阴暗的环境下容易聚合成膜 干了之后又不容易产生裂纹 所以殷式的设置正是为此提供了条件 看待出土的七技有勺、盘、暗、盒、耳杯、卷等等 内胎都是木和麻这两种 麻胎都叫做夹柱胎 七技上还装饰有金银铜箍 叫做扣气 这是一种奢侈品 从出土的汉代纪年名七技上 可以看出它的制作年代、地点和工匠名 还反映出了七工作坊里的劳动分工相当的繁惜 这一点为了了解当时的九七技术操作过程 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近些年来 长虾马王堆汉木出土的七技 就是汉初的代表作 关于七技形制 秦汉时期的七技是我国七技工艺发展的顶盛时期 此时的七技形制丰富 大致有盘、尊、韶、盒、耳杯等等 虽然很多七型源自战国时期 但有的也有所变化 比如七路、鸟骨架等此时并没有见到 关于七技文士方面 秦汉时期的七技文士非常的丰富多彩 常见的文士主要有几何文、动物文、神话传说文 自然景观文和叙事画文等等 几何文通常作为器物的边饰使用 动物文分为写实之风和夸张之风 比如写实风格 对自然界的动物形象出现 而夸张的动物多为云龙、云凤等形象 神话传说文主要是神仙、鱼人、异兽、飞龙和飞凤等等 自然景观文一般是云气文、动感十足 叙事画常常是狩猎、歌舞、书游、教子、猎女、历史故事等等 这些文士题材一方面继承了传统 另外一方面也有创新意识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关于七七色彩 秦汉时期的七七不仅仅只有红色和黑色两种色调 还有黄色、绿色、灰色、金银、褶色等等其他色调 甚至此时还出现了油彩 使七七的色彩更加的丰富多彩 顺利滑美 关于七七工艺 秦汉时期的七七工艺更加进步 秦代仍然是以木胎器物为主的 薄木胎增多 而甲柱胎和竹胎器物比较少 秦汉时期、广木胎和甲柱胎增多 工艺方面除了继承战国时期传统使用的彩绘和坠画之外 还出现了堆漆和加扣香线等先进工艺 关于秦代的七七特点 秦代七七中云梦碎虎地出土的七七非常具有代表性 从秦茧的记录和出土实物中 可以看出秦代秀七工艺已经十分的发达 但是主要还是以实用器皿为多 而且是上层贵族所拥有的 欣赏性的七七几乎不会见到 很大程度上和秦代短暂的历史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是秦代七七的文饰却十分的发达 尤其是宇梦七七的文饰相当的精美 又不予变化 使用的色彩主要有猪、黑、金银、鹤等等 尤其是猪和黑两色的使用非常的频繁 宇梦七七的画法是以单线平图为主 用笔大胆豪放就有一定的解义风格 而汉代七七的特点呢 是在汉以前西记上的七画都是宗教主题 汉武帝之后 七画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加强 装饰文样增多 并且取代了之前的宗教主题 西汉时期的七画 具有两个对我们民族美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特征 运动感的强调和用线水平的提升 在此时 云气纹和卷云纹最为流行 给人以飞扬流动 盘旋不息之感 汉代七七呢 在我国很多地区都有出土 但是主要以西汉时期出土的器物为主 东汉时期出土的呢比较少 尤其是众所周知的马王堆汉木出土的七七啊 不仅惊艳了国人 更加惊艳了全世界 出土七七几乎渐渐是精品 是我国极为珍贵的历史瑰宝